给我来一瓶皇家礼炮 给我来黑桃A 光听说了 咱也没尝过那玩意啥味 黑桃A啊 那玩意都是我们平时洗手用的 给我开一瓶人头马 赵爷敞亮 给我来一个路易十三 外加一瓶1982年的拉菲 老板我这个月的业绩是不是够了 能拿到奖金了吗 你这个月的业绩最好 月底上财务那儿主权 你是这儿的老板 你是这儿的老板你不早告诉我 你也没问呢 我家福祉哈罗罗马你不信 你又给小费又请喝酒的 这不耐用 谢谢老板 大家好 视频开头一幕是不是挺搞笑的 嚣张难混合了 想在同学面前炫耀一番 表现表现自己 连带着嘲笑一下 现在还是卖保险的老班长 却没有想到 最后小丑竟是自己 我们一起来看 今天视频的主人公 乾隆 正在自己的娱乐场所和伙伴谈生意 就在前台遇见了自己的老同学 非要让乾隆参加他们的聚会 话里话外都在嘲笑乾隆 我们跟随镜头 一起看看故事的发展 我的兄弟 你现在在哪里 六零二帮我送两瓶气泡 谢谢 哎好嘞好嘞 班长 找找 这么巧 哎呀 真是太巧了 从你现在西装革履的 还没保险 哎班长 咱们同学都在至尊包家开同学会呢 正好 有没有事 一起喝点 我这边还有事 行 来班长 对于这样虚荣 看见曾经学习成绩比他好 样样都比他好的人 现在可能还在卖保险 不好好羞辱一下 不是他风格 还大言不惭的说的 耽误卖保险的时间 那份保险他买了 如果他知道 就是这次的狗眼看人低的 是他损失惨重 会不会后果 我们接着来看 往前往前往前在班长 赵老板 年纪轻轻 怎么去这么久啊 人家都等着急 二家伙 都看看 眼不眼熟 还知不知道 这是谁了 呦 老班长前老 二宝子 哎呀 哎呀呀呀 哎呦我的妈呀 十年没见了吧 差不多十多年了 我记得上次见你的时候 还是在小门口那个烧豆店 当时你在那打工 我都没认出来你 哈哈 喂 班长 快来啊 新丝同学聚会 想教你了 但是问了一圈啊 没值得你电话 我要这个号了 130 好尴尬啊 什么样的人 交什么样的朋友 只有和自己臭味相同的人 才能参加这次的聚会 乾隆算是真正的看清了他们 拜金女还嘲笑的说道 为什么要留一个 卖保险的人 我们又不买保险 你们这样对待乾隆 一定会付出代理的 哎 班长 这个地方可不是你做的 你看 那才是你应该做的地方 班长 你看那吗 你和那是做的班长 哈哈 走吧 班长 哈哈 班长 那可是个风水宝的 你做好了 来 同学吧 来 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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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对了 班长 想当初 你管着我们班级所有人 今天是同学聚会 你是不是应该讲两句啊 哎 赵赵 这无数你混的最合 要讲 也是你一家两句啊 可不是吗 千龙当年呢 也就管咱们班级那两个班人 哪像你啊 拜金女又开始追捕 萧张男小招了 现在手底下管的人 少说也有好几百了吧 大家纷纷的说 让小招讲两句 这个萧张男小招 已经被大家捧得晕头转向了 今天都是咱们老同学在这儿 我 也就挑十在话漏 我这儿是没有多大 但是我希望 我接下来说的这几句话 咱们老同学都给我听个好多了 在咱们这一亩三分地儿 你们想要是有事的 找我 好使 手里缺钱了 找个短 硬个提 找我 好使 啥时候大家伙想聚一聚了 吃饭喝酒 我安排 找我 也好使 好 好 好 来 同学们 把酒都倒着 告诉大家伙一个好消息 下个星期啊 我们公司 就要和那位赵总 赵无道 达成战略合作伙伴 到时候 公司的规模 还是收益 都是至少现在的失败 小招以为这回看上了大公司 以后有的是钱了 但是就他这样的人 对方公司会和他合作吗 还有今天他得罪了钱 会有好日子过吗 好日子 嘿嘿 怎么的老班长 你以为我喝多了 老鼠壳呢 哎呀 招招 小奶子 来啊 喝了 在家 你也喝不了这么好的酒吗 不喝了 不喝了 一会儿还有事 多老同学 来来来 喝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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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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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跟点点 有点不识他这句了 啊 不好意思 各位 路上路车 你来晚了 大家的女神来了 小招 看见喜欢的人来了 连忙是好 当初因为什么都差 所以在女神面前也自卑 现在不一样了 这回要好好的表现自己 但是 貌似有点晚了 好 帮我 怎样呢 拗战 第一天见年 不公平 不公平 太不公平了 这么多年没剑 一点没剑老 還越來越漂亮 你這個嘴呀 也不知道多少女孩 不要戴到你的手 窮暴 乾隆很受语啊 没想到曾经的同学 变成了这样 一切都变了 今天他倒要看看 他们这些人还有什么招数 尽管他使出来 不容易啊 女人 买菜刺身子 吃呀 你怎么不吃呀 这没吃过鲍鱼啊 还是怕我让你买摊呢 你放心 今天晚上全场的消费 由我招演买的 尖叫上 同学们 我再提一杯 敬我们班的班伙 不劳你谁一杯 小招以为自己有点钱了 就可以飘了 殊不知他就是个笑话 还是自己创造出来的笑话 女神更是感觉他好笑 来 给我倒了 敬我一杯 快啊 忘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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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廊西 再跟大家说了 你看看咱班长天龙 上学那个 哪次成绩不是全年级第一 老师们喜欢 同学们成绩 再看看 是啊 现在这个时候 通往成功的路不是只有上学 还有很多成功的大老板 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了 但是学习确实是通往成功 最近的路 希望同学们 不要像视频中的他们学习 你看看他会上 我又会上 现在这个时候 你要成功 靠的人 不成功 不是你学习成绩做好 哪个名牌大学毕业 想成功 好 慢 讲的是关系 拼的是胆量 拼的是胆量 玩的是破裂 最重要的是啥你们知道吗 啊 最重要的 是这儿 你们 要想 要想 服服东西 当个小老板 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那你就跟咱班 点学 讨笑人的本事 小招倒是一套一套的 如果你知道 乾隆是大老板 你这样对他 是不是很打自己的脸 你们要是想挣大权 干事 那就跟着周也混 来同学们 干准备 小当年 上学那时 你不总管我叫赖子招吗 现在就周也了 过去的事别提了 当年不是孙小吗 周也啊 以后有什么吩咐 随叫随道 就你小的会来事 周也 心里 这杯酒 包含了很多信息啊 想要小招 帮忙 给弟弟 找一份好工作 就要先拿下小招 然而小招压根 就没有想过什么工作 不工作 只要这个女的 让小招做苦卧撑 不管什么要求 都给她安排的 明明白白的 行了 这事啊 你帮我身上 回去吧 哎 班长 今天咱们同学 难得一句 上学那个时候 你唱歌唱得就好 来吧 唱一首吧 好 那我唱一个 友谊第九天长 你应该唱那个 我没有钱 我不要脸 看把他们窗口了 笑得都能看见 扁桃体了 你们就尽情的笑吧 就怕等一会 你就笑不出来了 希望你这个嚣张期 能一直保持到最后 哈哈哈哈 宋元 来 来 给咱班长点 我没有钱 我不要脸 哈哈 哈哈 前龙岂能让他欺负 是时候该反击了 就改了一下歌词 唱给小召听就受不了了 唱啊 只为你前 不叫你 说个 官长 你唱错词了吧 不好意思 喝多了 记不住嘴了 你唱 小龙 你毕业为你上学的时候那点小心思 我不知道 什么小心思 没他听过 这个小招也真是没事找事啊 又提起了陈年往事 这样心胸狭隘的人 整天想着以前的事 他过得累不累啊 能搬的搬发就跟你一样 凭什么每次考试 你都能一百分啊 真是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啊 你瞅瞅你现在 你再瞅瞅我 小老 我这杯酒干烂了 你呢 不好意思 不胜酒力 解销了 那不行 今天咱们好不容易聚在一块 这酒 这河头 服务员 上酒 你要先让咱们要什么酒 就是这一声服务员上酒 让小招和火中生啊 他以为乾隆没有经过事 更没有喝过什么好酒 今天就让乾隆见见世面 让他更没有想到的事 乾隆就是这里的老板 我们一起来看 精彩的来了 老 老板呢 我感觉有意思 越听越有意思 这小兄弟啊 服务员服真好 不是吧 应该是 这位子 第一次有人这么叫你 啊 乾隆喝啤酒 那是为了给你省钱 给你的台阶 还不知道想 还继续的嘲笑 羞辱乾隆 说 早啊 你特费 我喝啤酒喝习惯 那不行啊 你可是我当团长 可我在一块儿喝酒 必须就有酿子 这样 你爹爹你 从来没喝过的 反正 反正我消费 你怕啥呀 随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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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点那些你从来没有喝过的 招也买的 招也买的 真的 那我不客气了 你客气什么呀 今天你跟我宰一块儿喝酒 我必须让你见识见识世面 好 给我来一个 制化室 旋泥石 给我加一个威士忌 有点便宜呀 给我来一瓶皇家礼炮 给我来黑桃A 光听说了 咱也没尝过那玩啥味 黑桃A啊 那玩意都是我们平时洗手用的 给我开一瓶人头马 招也敞亮 给我来一个路易十三 外加一瓶1982年的拉菲 拉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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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听 今天能喝到这么能贵的酒 真是不许此行啊 小招也傻眼了 他没有想到 一个卖保险的 不这么点酒 今天他要搁点肉了 拉菲 这个咱有吗 有 不远 有吗 有还是 没有啊 这个可以有 我感觉吧 这个第二应该 没有 这个 反正的真意喔 真的好 因为 这个酒喝的 小招是冷汗直流 只能打碎了牙 往肚子里咽 联盟问服务员多少钱 一提 价格是29万7 价格差点晕过去 房间消费 吃的喝的没算呢 哦 不好意思 一提相对 一共是31万2 怎么了周杨 是不是没钱了 啊 什么呢 服务员 你先下去吧 回来以后完事我接 对不起老板 我们这点的多少勾当酒 就先去买点 啊 成立你先别挤着呀 你先别挤着呀 你先别挤着 我尝尝啥倍啊 为了防止小招把酒 再退回去 乾隆连忙打开喝上以后 这下小招看见 更是心疼了 一共是31万2 现金来说哈 你好先生 熊卡 现额30万 来差1万2 老师 啊 什么 一个证 多大证啊 老板 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 我说你们这不打诀啊 哈哈哈哈 哈哈 还是不打呀 打呀 必须打呀 我们消费这么多 干啥不给打折啊 先生说好你来看 老板 我这个月的业绩 是不是够了 能拿到奖金了吧 哈哈哈哈 此时小招的心理 应该有一万只草 你吧 逃过去 这个月的业绩 最好 月底 上财务那儿手权 你是这儿的老板 是啊 你是这儿的老板 你不早告诉我 你也没问呢 我家福祉 喊我老板 你不信 你又给小费 又请喝酒的 你这不赖 下来啊 今天晚上的所有收费 由周公司买单 也要上 上好了 运气不错 第一天上班 一年的业绩都出来了 加油 打好你 感谢老板 哈哈哈哈 此时小招的心理 应该有一万只草 你吗 跑过去 在有钱人的眼里 是多么的人家 老板 你怎么跑这儿来的 让我吼着 走吧 回去喝酒啊 我要生意告诉你他 约着几个老同学 学习旧 赵 赵赵赵 您对我还有印象吗 想起来了 赵总我就是明天要和您签合同那个小招啊 啊 想起来了 乾隆同学 那声音上的事情我一定多多关照 赵总 以前的他我很熟悉 现在的他 我很陌生 还希望赵总好好观察 行 那我回报报道 同学 多么亲切的一车 以前我们怀神的天真 纯洁的感情在一起玩 没有高低之分 和贵贱之别 为什么闯到 这些都变了 小时候 拿彼此当一生的质疑 长大了现在 拿彼此当玩具 乾隆 是失望 这样的同学情 到此为止了 感谢你们来我KTV捧场 我还有事 你们慢慢玩 我今天点了三十万的酒 你想走 你想走也行 大家得等把街酒喝完了 你得走 老他们今天花钱了 我告诉你 这是我的意思 找找 做人呢 就是要不断的完善自己 比如 你认识我开始 我说花钱多少钱 按照老板 你的要求 给大折 总共三十万 赠我这帮老同学 撒个大伙伴 哈哈 好的老板 同学们 玩好 有人交付见 好了 本剧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一句话 是这么讲的 人在做 天在看 少做恶事多行善 这样的结局 你还满意吗 我们评论区一起探讨一下 结尾 我做个声明 所有故事 纯属虚构 都有雷同 纯属巧合 以上所有都是影视的需要 大家一定一定 一定不要模仿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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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